武统和伊斯兰党高调宣布结婚 行众党秘书长林冠英就抨击说 乌伊合作其实是瞄准了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 而这一番话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行众党霹雳州主席尼克敏昨天也来凑热闹 根据新中的报道呢 尼克敏是说啊 如果让乌伊联手来执政马来西亚的话 那么我们国家呢就会变成被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一样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这样的形容呢自然就引起乌统和伊斯兰党的不满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尼克敏所发表的塔利班言论 引起前首相纳吉的抨击 纳吉在面子书发吻炮轰 行动党应该停止煽动种族情绪 至于刚和乌统高调结婚的伊斯兰党也有话说 伊党中委尼阿都今天在为霹雳枪杀伊金团常年大会主持开幕之后 表示尼克敏指伊党成为另外一个塔利班的指责 是针对伊党的毁谤 他相信人民不会那么容易被欺骗 另一边乡 针对还在享受蜜月期的乌统和伊斯兰党 乌统代主席莫哈莫哈山也有话说 他表示既然两党已经公开合作 那未来乌伊合作将不再局限于补选以及来届大选 两党目前放眼组成联合州政府 如果可以,我们能改行入了 返盂力退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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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迦盂力退出 返盂力退出 返盂力退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